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來給大家講一講新疆模式 到底有多恐怖 現在新疆模式正在向全國推廣 那麼下一步中共會採取哪一些恐怖手段 對付國內的反對派 我們又怎麼樣應對這些問題 是關係到各地維權領袖和民主人士的安危 尤其是關係到退伍老兵維權領袖的安危 所以說大家不能夠不了解 前不久,京江的一位維吾爾族的少傅 他講述了他過去三年在中國的一段恐怖經歷 他大概是很年輕的時候就去埃及留學 畢業以後就在那裡嫁人生孩子 而且入了埃及的國籍 後來他就帶著三個孩子回國探親 結果一入國境就被抓了 連同他的三個小孩一起關進了監獄 進去的時候也沒告訴他到底犯了什麼罪 只是問他在埃及見了什麼人,從事了什麼活動 把他關在看守所裡面,問了一個月之後 又覺得好像沒問出個什麼名堂,就把他放了 但是這個時候他發現他三個孩子就剩兩個了 因為有一個已經在監獄裡面病死了 而兩個活著的孩子現在也是病得奄奄一息 他還沒有來得及從這個喪止之痛中恢復過來 很快又被抓進了監獄,這次就沒那麼輕易出來了 一關就是兩年多 在這兩年多裡面他被關在一個很擁擠的一個小的牢房裡面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這個濫油 那麼經常審問他的就是他跟國內的哪一些 國外的哪一些恐怖組織有聯繫啊 這次回來是不是帶著任務回來的 審問的時候當然經常還要用刑的 比如說很長時間不讓睡覺 長時間要他坐在老虎凳上面不給吃的 不僅僅有肉體上的折磨還有精神上的摧殘 比如說威脅他,說要把兩個孩子也給幹掉 威脅他永遠不會放他出去了 你這輩子別想活了 就這樣在沒有任何控罪的情況下 他就這樣被關了兩年多時間 親眼看到他七八個濫油就這麼死在牢裡面 他自己也慢慢的失去了這個生存的希望 結果最後能救他的是他的國籍,埃及的國籍 埃及大使館終於找到了他的下落 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出釋放他的要求 而且經過了一段時間的交涉之後 中國政府不得不把他和兩個孩子還給了埃及 在這段期間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埃及丈夫到中國來找他 結果莫名其妙的就失蹤了 那麼這個維吾爾族少父的恐怖經歷 在新疆維吾爾人當中 絕不僅僅是一個特殊的案例 在新疆至少有100萬的維吾爾人曾經被關押過 或者是現在還在被關押著 有一個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通過谷歌的衛星 在新疆地圖上面找維吾爾的集中營 最後才發現從2017年到2018年之間 新疆集中營的倍數翻了11倍 新疆維吾爾人一共只有800多萬 難道有100多萬人是罪犯嗎?當然不是 那麼中共為什麼要抓他們呢? 這就是新疆模式的一個特點 他們抓人並不是因為這個人犯了罪 只要他們覺得這個人有潛在的反政府傾向 他們就要把這個人抓起來 就要關他進集中營進行強制性的洗腦 如果洗腦不成功呢 那就要把他們長期的關押 甚至是要對他們進行肉體毀滅 當年中共的老師斯大林就這麼幹的 他在俄國建立了一系列的集中營 叫做古拉格群島 現在新疆就在大規模的複製斯大林的暴政 那麼中共怎麼樣來判別哪些人是潛在的反抗者呢? 這是新疆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 那就是要對所有的人進行全面的監控 街上到處都是攝像頭、警察 隨時可以把人攔截住 要查你手機也隨時可以進入你房子搜查 所有的公民的語言行動都在他們監視的範圍內 包括你的網上通訊 所有人的這些信息都會進入一個大數據系統 這個系統用人工智能根據中共制定的一些標準 篩選出那些他們認為對政權有威脅的人 然後就進行抓捕 在新疆這麼一抓,抓的人就太多了 那麼現在新疆的維穩經費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 那麼現在新疆警察也不夠用了 要大量的向內地徵召警察 新疆本地的集中營也不夠用了 所以說他們要把大量的穆斯林囚犯要轉移到內地 前一段時間有個傳言說是他們把幾十萬的穆斯林囚犯 囚犯運到東北或者西南這個是錯的 確實是他們運走了一批穆斯林囚犯 根據北京的那個體制內人士透露 實際上是運到了甘肅東部和陝西的西部 那個地方是黃土高原 在高原上有很多很多山谷 在那個地方設立集中營是成本最少,最容易管理的 那地方根本就不用建房子,挖個窯洞就行了 而且那個地方人員稀少,雨水也很少,沒有多少植物 所以根本不用擔心囚犯逃跑 因為他們一逃跑一定會餓死或者是渴死在路上 所以只要在山頂上修建幾個崗哨 一個整個的山谷就是一個天然的監獄 現在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多少萬人被押送到那個地區 所以希望體制內的了解情況的有良心的人 向美國、向台灣或者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 人權機構提供信息 只要習近平還在執政 大家都知道根本沒辦法阻止他的暴行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把他的暴行曝光於天下 為將來審判這個暴君留下充足的證據 那我也希望呢 漢人朋友一定不要被中共洗腦 認為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 不錯啊,穆斯林當中有恐怖分子 但是這個並不能成為 你把100萬穆斯林關進監獄的理由 我們漢人當中也有恐怖分子 那些運用權力殺人殘殺老百姓的這些官員 比如說習近平、薄熙來、王立軍、支流 是不是恐怖分子啊,是嘛 漢人百姓當中也有一部分人是恐怖分子 那些到幼兒園裡面去砍殺兒童的漢人 難道不是恐怖分子嗎? 那些在公共汽車上面交汽油放火的 把一整汽車的人燒死的不是恐怖分子嗎? 漢人中也有恐怖分子 但是我們能因為這幾個恐怖分子 把所有的漢人都關進監獄嗎?當然不行 誰都不願意在自己沒有做出違法犯罪行為 情況下被關進監獄 任何民族當中恐怖分子都是極少數 極少數他們造成的危害 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也是有限度的 最恐怖的危害最大的實際上是政權中的恐怖分子 中共就是運用公權力來進行國家恐怖主義 新疆的幾個恐怖分子 對中國來說那是顯介之極 中共這個恐怖集團才是中國人的心頭大壞 所以大家必須要支持新疆的穆斯林 不僅僅是出於道義責任 也是因為中共很快就要把新疆的那一套向全國推廣 新疆的模式很快就要變成中國模式 危害維吾爾人的 很快就要危害我們漢族人和其他各民族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兩年現在街頭的監控設備 急劇的增多,治安港庭也恨增,也增加了很多 各地都建立了大數據中心 今年所謂的社會信用系統也開始啟用了 中共把他們從網上所收集到的所有的信息都加以整理 每個人的言論行動給每個人打分,分數低的就是有問題的人 一個人的社會信用分數低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成了被管控被打壓的對象,這就是新疆模式 那有些城市警察已經在路上開始攔截行人檢查手機 有些學校已經開始要求私生把手機和電腦上交 以備檢查,這就是新疆模式 大家不要以為他們就此打住新疆模式裡面最恐怖的 最邪惡的也在全國要進行推廣,那就是預防性的抓捕 現在中共內外交困,政權是危在旦夕 統治者越虛弱的時候,他們統治就越加殘暴 他們想把所有的反抗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 所以今後的半年對中共來說是最危險的半年 因為經濟隨時都有可能崩潰 人民隨時都有可能大規模的上街 因為這個原因呢,今後半年也是對所有反對派人士最危險的半年 為了維持統治,中共會無所不用其極 隨時都有可能對民間進行大規模的抓捕 大規模的抓捕,這一次規模之大 遠遠超出過去40年的歷次對民主運動的鎮壓 甚至是超出六四 這次鎮壓的對象不僅有公開的反對派 而且那些思想上和能力上有反抗能力的人 他們都要鎮壓,不僅僅是包括民運 也包括維權,也包括宗教界的人士 尤其是那些維權運動的骨幹和組織者 其中重點中的重點就是退伍軍人中的組織者、領導者 現在中國的退伍軍人一共有五千多萬 其中將近有一半的人沒有得到安置 他們都有維權的訴求 而中共現在根本不願意拿出這麼多的資源 來安置這些人,不能安置就要鎮壓 免得他們鬧事,免得他們衝擊統治秩序 鎮壓也是需要資源的,也是需要僱傭警察的 但是中共寧願花錢揚幾百萬警察 也不願意花太多的錢去養那幾千萬的退伍老兵 大家要意識到現在大家的處境 2017年的10月份和18年有兩次老兵進京維權 根據北京體制內人士透露這兩次維權的 很多名組織者現在已經失聯了,已經被秘密關押了 要他們供出幕後的主使者是誰 其中有個別人甚至是聽說已經被酷刑折磨致死 今年也有兩次比較大的退伍軍人的維權行動 一次是鄭江的,一次是平渡的維權 每一次維權之後都有退伍老兵失蹤 真正的更大規模的鎮壓還在後面 今後將會有更多的維權骨幹 更多的退伍老兵會被抓被失蹤 大家不要以為曾經為中共做過貢獻 貢獻過青春和熱血他們就不會抓你們 對他們來說,你們是已經被用壞的工具 你們是這個政權眼中多餘的人 你們是沒有利用價值的垃圾 他們很快就要拋棄你們,很快他們想消滅你們 現在大家都要想一想,今後我們怎麼辦 怎麼才能度過這一節 今後的半年是非常非常危險的半年 我們全民共證團隊的一些朋友提出了很多建議 比如說大家平時盡量講方言 因為他們的監控系統還不能夠識別很多的方言 大家盡量用進口的手機 因為國產的手機都有後門 也盡量的用國外的這些通訊軟體 比如說電報、WhatsApp 因為國內的這個微信、QQ 都是跟監控系統直接對接的 這都是一些戰術性的防守性的策略 不能夠解決根本問題 那麼我們還必須得有戰略性的和進攻性的策略 大家一定要清醒的認識到今後這半年 中共將會對中國人民進行一場戰爭 一場政治戰爭 中共它要保住它的政權 而人民要贏得自己的權利 所以在這場戰爭當中 防守的一方那是沒有贏的機會的 進攻才會贏 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哪一方最先發起總攻 哪一方就能夠贏得戰爭 如果習近平政權他率先挑起對外的軍事衝突 然後藉機進行軍管 然後再把民間的反抗運動都一網打盡 再把黨內的反對派一網打盡 他就真有可能建立一個習家王朝 如果是民間的反抗運動率先發起進攻 成功的動員全民上街全民共振 那麼民變就會激發兵變就會導致政變 不僅僅是可以讓習近平當局垮台 而且讓整個中共體制崩潰 現在就看誰先下手 因此我們希望所有的這些抗爭團體一起來協商 下一次共振的時間 各地各個階層大家必須一起動 才能夠衝垮這個維穩體系 我們建議明年三月份兩會之前 大家約定一次到兩次的共振 如果這段時間發生了這個 引起全國人民關注的突發事件 大家也可以以此為突破口 我們迅速的一起來進行共振 明年三月的兩會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個結束 習近平過去七年統治對中國非常的不利 同時也是對中共統治不利 它引起了內部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鬥爭 極有可能習近平在這個兩會當中受到各派的攻擊 那麼黨內也有一些人可能會為民間的反抗 創造一些機會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這次機會 進行一場決戰 要根除中共的根除習近平的暴政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面我來公佈一段全民共振平台的公告 請正友007、102和114三位請注意 請你們動員山東的戰友調查 林夷老兵、王秀奇、青島老兵、陳顯洪失蹤的案子 同時也請你們動員荷蘭的戰友調查 濮陽老兵、邵培科、鄧州老兵、李政沛失蹤的案子 用我們約定好的聯絡方式大家來傳遞信息 同時也想請全國各地的老兵注意 今後的半年對大家來說是非常兇險的半年 所以希望大家戰友之間能夠守望相助 如果大家發現身邊的戰友有失蹤或者是死亡 的現象請及時的向國際社會 向海外的媒體、人權機構和其他國家的政府 向他們報告請引起他們的關注 我們全民共振平台也希望在這一方面 協助大家公佈真相 在維權路上願意以大家同行 謝謝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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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